里头写到说 这日本人来报恩 觉得有点失望 怎么只送我们124万剂呢 至少也应该给我们311万剂 好 这个敏感的数字 引起了很多人来留言批评他说 哇 这真是看过最没有诚意的感谢文 那因为接连被洗版 最后一位文把这个文章给删除 国民党立委发起 我要疫苗快闪活动 队伍中走在第三位 戴着帽子的就是叶日兰 虽然整场活动都没开口 不过网路上早已引发论证 因为日本提供台湾疫苗 他居然说有点失望 三号晚间 约翼链在脸书po文 说十年前 台湾对三一福岛核灾 慷慨解囊 日本人来报恩 不过有点失望 只送我们124万剂 至少也要送我们311万剂吧 但还是感谢日本政府 听到124万剂的时候 说真的 我当下是有一些些小小的 失望 就想说不是会更多吗 不过夜日兰拿三一做文章 这番言论引发台湾民众不满 短短时间内涌近2000多笔留言 网友同批 不懂善良感恩可以不要说话 还有人tag江启臣 说贵党的人真的有够丢脸 只要说谢谢就够了 支批这是最没有诚意的道谢魂 为什么在之前一直嚷嚷的疫苗 现在日本送我们疫苗 却嫌人家送的太少 有那么多国家愿意帮助我们 国民党还在唱衰 叶玉兰不是谢谢 而是嫌弃说太少了 我觉得它呈现的并不是台湾那种 淳朴感恩的善良 而是一种尖酸刻薄的嘴脸 说真的 这真的是对目前台湾的现况是及时 受访时态度明显转变 似乎发现发文引发众怒 依然再度编辑贴文补充说明 表示提311万计 确实有点不妥 跟大家致歉 也解释是真心感谢日本帮忙 争议言论 最后也以删文收场 三连熊胖叫马 越关台北报道